老師製作了一個籤筒 裡面有30張X和50個圈 讓班上35名學生排成一隊依序來抽 抽到圈的直接斷考100分 學生們為了誰先抽誰後抽這件事情大吵大鬧 這個時候班長說不用爭 先抽後抽其實都一樣 他說對嗎 真的嗎 不用先抽後抽沒有差嗎 有的人會覺得說先抽比較好吧 因為你看五張圈都還在裡面 要是被人家抽走一張後面就沒機會了嗎 有的人會說先抽差那麼多 我才不要對不對 先抽一定都抽到差 後面抽機率比較高 那是因為這兩個說法好像都有點道理 所以怎麼樣 Mix抵消掉嗎 然後所以先抽後抽都一樣 是這樣子嗎 數學很重要的一個學習的重要性就是我們講 他可以除媚 也就是說把一些不確定的可能好像感覺上 甚至可能變成一種迷信的行為呢 我們透過邏輯推論 直接說明到底先抽好還是後抽好呢 所以說第一個去抽他的機率 一定是三十五分之五這沒有問題吧 那問同學啦 第二個去抽抽到圈的機率會是多少呢 那看能不能答對 有的人他在這一步就可以答對 有的人就會答錯喔 第一個去抽抽的機率是三十五分之五 那第二個去抽的話呢 那你可以想說如果第一個沒有抽中 那五張差都還留著喔 第二個去抽的時候其實有三十四個 錢可以抽對不對 那所以說他會抽到圈的機率是三十四分之五 如果第一個沒抽中的時候 那如果第一個有抽中呢 那其實還是三十四張 錢留在裡面啦 只是說現在的三十四張是怎麼樣 是 二十九差 三十差四圈 對不對 剛才的這個三十四張是二十九差五圈都還留下來 現在是留下了三十差四圈 所以第二個人來抽的時候是只有三十五分之四 那我剛講這一題有的人可以直接答對 那有的人呢會打不出來 或者他可能只達了三十五分之五 或者他只達三十五分之四 那還有一種很常見的錯法 就是也許你現在以為自己已經覺得自己對了 但是其實對 就是達三十五分之三十四分之 三十四分之 四加五是三十四分之九呢 這也是錯的喔 那有感有印象的話 你就會感覺出來 就是說他的錯誤的情形 其實跟我們排列組合學過的 那個分拆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說當你遇到要分拆的場合的時候 你不能說 我前面那個人選A的話我剩三種選擇 前面那個不選A的話我有四種選擇 你不能夠把三加四直接加起來 對不對 你必須要把它分拆來討論 那現在這裡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們其實必須要按照第一個人到底有中還是沒中 那如果第一個人有中的話是三十四分之三十五分之 沒中是三十五分之三十 那在第一個有中的情況下第二個有中沒中 在第一個有中的情況下注意只剩下四張圈了 所以這裡會變三十四分之四 但是四張圈和三十張X都還留著 這是三十四分之三十 你看這裡合起來這樣是不是三十四分之三四 所以說這個部分合起來是一樣 那這裡第一個沒中的話 等於五張圈都還留著 是三十四分之五 和這個是三十四分之二十九 可以嗎 如果這個覺得學生的能力還不錯 如果可以挑戰一下讓他自己寫這幾個 那盡量能夠讓學生寫就讓學生寫 反過來說如果你是學生本人的話 盡量能夠自己打就自己打 包括看影片的時候也是 就是說你感覺到我快要講了 就算我沒有說先按個讚停自己想一下 你可以按個讚停自己想一下 那所以說這個第二個人 他中獎的機率到底有多少呢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會中獎的是這一個跟這一個嘛 對不對 就這個圈跟這個圈嘛 那答案不是用這個加這個 他其實要考慮他的前提嘛 所以你要先走上面這條路 才會再接著從這兩條路選一條走下去喔 所以他如果是按照第一個有中 他又中的這個路線第二個中獎的話呢 他的機率其實是三十五分之五 乘三十四分之四 第一個沒中結果第二個有中的這個路線的話是 三十五分之三十 乘三十四分之五 那這個moment呢沒有錯就是那個moment喔 就是按個讚停自己想一下第三個人中獎的機率到底有多少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順利的寫出來的話 如果你可以的話趕快按讚停喔 如果你沒有辦法順利寫出來的話 你可以先完成這一個任務喔 就是自己拿一張紙喔 把這裡的八條分之到底該寫什麼先寫出來 就是機率啊 這八條分之都會有一個分數啊 就是走這條分之的機率 你如果沒有寫對 那後面當然就不會對齁 那所以說我會讓學生先寫 然後我先幫他檢查這裡有沒有寫對 有寫對的話 我們再來看後面答案要怎麼算齁 等一下按讚停喔 我要寫囉 所以這條寫什麼呢 注意齁前面兩個已經拿走兩張圈了 所以有三十X和三圈 所以第一個是三十三分之三 第二個是三十三分之三十 第三個有三十三分之 這個拿走一圈一叉 所以是三十三分之四 然後這個沒中的話 我們剛剛講是一叉一圈拿走了嘛 所以是還是二十九叉 三十三分之二十九 第三個沒有拿到的話是 因為我們前面是抽掉一叉一圈 所以有四圈和二十九叉 所以這條路線是三十三分之二十九 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確認自己有沒有寫對 就是這兩個合起來要是三十三 這兩個合起來要是三十三 然後去跟前面印證 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是三圈三十叉 這四圈二十九叉 就是本來五圈三十五叉的被抽掉 下面這一組是一叉一圈 所以也是還剩四圈二十九叉嘛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三十三分之四 那這個也是三十三分之九 在這裡就附帶再提一下 因為我們只有要算第三個有抽到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不要寫這四個叉的 可以就是省下四個步驟 四個數字的時間 來看這個圈的 所以我們是怎麼樣 沒拿到沒拿到 現在五張圈都還留著 剩下這個二十八叉嘛 所以它是三十三分之五 下面這個是三十三分之二十八 那所以呢 這裡要寫什麼 就是你會寫什麼加什麼加 要寫什麼 那因為你如果有在寫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一律分母都是三三三四 三五三四三三 然後呢這個五四三 然後走這條是五三十四 然後走這條是 插圈圈的這條是三十五四 然後最後走這條是插圈圈的這條是三十二九五 所以這裡算出來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剛才的這個是三十五分之五 它其實就是七分之一 那麼這個呢 它是三十五乘三十四分之 五是二十 然後三十乘以五是一百五十 所以是一百七十 那一百七十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可以跟三十四約掉 它剛好是三十四乘以五 然後再約掉 然後也是七分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要先算第三個 然後才 就是我要先列第三個四才算第二個 因為如果你剛才馬上列完 你就直接算七分之一 後面這個學生就不做了 他們就要盲猜 那我常常跟學生講猜中 就是我不是要你答對 我要你會做 我要你會想 猜中有什麼用 那所以這個真的盲猜七分之一 對嗎 會對嗎 對啊 這就是很遺憾的沒錯 就是七分之一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約分它 那整理它 這裡有五乘四乘三十 乘三十五乘四乘三 所以我五乘四總共有多少呢 五乘四乘三十又三十又三個 所以是六十三個 這裡有三十乘二九乘五 那分母是三十五乘三十四乘 剛剛這裡分母寫錯了三三 你看 我們可以先約了再加啦 比較好加 這個 這兩個關號跟下面都可以約掉五 七 二也約 三也約 我們約六 所以這個約掉二的話是十七 三約掉的話是十一 然後這個約掉二是二 約掉三是二十一 這個約掉六是五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這裡是剩下四十二 這裡是剩下五乘二十九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五加四十二是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七再分子 它可以跟分母約 約十七 然後就可以再約十一 你就會發現 那就是仍然是沒錯 七分之一 可以嗎 所以先抽後抽哪一個比較好 當然是一樣 我以前跟學生交 交這一題的時候 學生就說 蛤 所以先抽後抽都一樣 我就說 我想說這有什麼好好的 我就說對啊 不然咧 然後就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以為 你可以跟我講 是先抽比較好 還是後抽比較好 這樣我以後就這樣做 對不對 結果你算出來跟我說都一樣 這樣我要知道這做什麼 我就跟他說 這樣子以後如果班上有同學 找你換 對不對 你們兩個要一起去抽 他說等一下 我可以跟你換 我想要先抽 我覺得先抽比較好 那你就跟他換啊 因為你知道先抽後抽都一樣 對不對 然後我那個學生就說 可是 那如果我跟他換了之後 他抽中 我沒抽中咧 我說那你知道其實都一樣 所以你其實是沒有損失的啊 你也不用難過啊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我跟他換了之後 他沒抽中 結果我抽中了 他來找我算帳怎麼辦 我就說那你就要學會怎麼證明啊 你要證明給他看真的先抽後抽都一樣啊 所以你沒有占他的便宜 對不對 所以學數學還是挺有用的 然後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就是 這個在機率裡面 我們會使用符號來去書寫 我們寫這個p of a 有點像函數這樣子 f of a 顆死這樣子 p of a 這就是用來表示 a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 比如說生了男生就是一個事件 比如說吃到我一蛋餅就是一個事件 那所以就是說 a發生的機率 就是p of a 那選擇用p是因為 機率的英文是probability 那這個機率一定會在0跟1之間 百分之百發生就是1 然後不會有負的也不會超過1 這個上面寫一個小c代表那個補給嘛 就是不發生 所以不發生a的機率呢 是全部的機率減掉a的機率 然後全部的機率 全部的機率是1 這個集合裡面教到就是說 有發生a沒有發生b a有b沒有的機率 所以a有b沒有的機率要注意 他不是拿a的機率減b的機率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有交過 如果這是a這是b 所謂a有b沒有的部分是這裡 那不是拿a去減b 是拿a去減掉這個 a交b 然後a交b一定會小於等於a 因為他是a的一部分嘛 然後連擊是拿a的加b的減掉a交b的 跟我們在排列組合那裡算的這個 我們算的是集合裡面的元素個數 就是noff 那我們在這裡算的是機率 不能說這個就是那個啦 不能這樣講 但是就是說概念上是相通的 非常非常感謝